国际试试会300F区第六分区主席徐一香号召多个社团 举办了寒冬尾牙餐会 招待仁安基金会和正德厨房关怀的弱势民众一起来用餐 市长吴嘉贤特别颁发感谢壮也感谢社团的善心帮忙 施工所也会提供资源整合平台 让来自各界的爱心发挥最大效益 花莲精英试试会与许多热心社团 17号中午透过施工所还有仁安基金会及正德爱心厨房管道 洗开石桌邀请韩市及弱势户一起围炉 也发赠了应景红包 其实是有发愿 因为真的自己先生生病的时候 就想说我们多做一些善事 然后能够把这个福报回馈给自己的先生 那当然他现在走了 我也希望说这个善心能够 善心意举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在调整好自己心情之后 我就想要做 那我就可能先生也给我这股力量 我就号召说的跟好朋友说 结果他们一不容辞 就马上说好我支持你我出多少钱 然后六桌不够 我们说十桌能够圆圆满满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然后也感谢我们施工所 还有我们正德爱心厨房 提供这样的这些乡亲 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来做服务 然后希望这些乡亲能够平安过好年 市长温嘉玄感谢施职会和许多社团的大爱 让这些无力负担围如捉咽的朋友 也可以感受到温暖气氛 更希望社会各界可以继续支持 施工所公益活动还有食物银行 今天有很多的社团 像施职会还有我们同济会 一起来请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韩式的部分 那还有一些我们好朋友的部分 那在这里真的要非常感谢他们 其实在岁末年中 大家都在尾牙的季节的时候 尤其是他们这一群常常没有被关心到 关注到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这些社团 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 让他们也可以吃尾牙 然后也可以团聚在一起 有一个像过年的感觉 那在此要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他们 那么未来也会持续的继续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一个 我们需要关心的朋友 那不论是在食物银行 或者是我们社劳客的寒冬送暖 关心的物资都会持续不断的来协助他们 那再次还是要提醒我们 花莲市的所有乡亲朋友 如果身边有需要协助的光摆的朋友们 请务必要跟我们花莲市公所来做相关的联系 不论是物资也好 或者是协助相关的资源 还有一些社团的协助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帮忙他们 国际市事会300F区第六分区主席徐一香 他表示 在次宴行韩市跟弱势户尾牙活动 感谢包括了成人及终身教育学会 花莲美轮市事会 中华两岸领袖协会 花莲国际同济会 回南国际同济会 精彩能量生技公司 等许多社团朋友共襄盛举 让原本六桌额度 可以成长到圆满的十桌 未来还会继续号召公益社团 协助弱势族群 让这份爱可以永续传承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